有道是 侠中三池水 无坛斩龙子 命格为贱 亦归一显 川中有一女 其名换作李素商 正应死称 难道本姑娘出场了吗 李素商是出生于五百年前的一位神州侠客 赤渊第七徒 秦素一之女 她自幼习剑 五岁时败入赤渊第五徒成林双门下修习剑法 十年之后 她听从师父的指示出门试剑 并由此卷入了一场壮大的波折之中 在李素商重伤之后 奥托使用天命的技术冻结了她的时间 直到科洛斯腾的时候才重新将她唤醒 这也是为什么一位五百年前的古人 会出现在我们如今的故事的舞台上 所以在装甲的设计上 我们做了两种元素的结合 天命和神州两个元素结合 第一眼看到的印象 它会是一个神州风格的服装 但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些细节 其实有很多天命的元素在 出处暗示着它其实不只是一个服装 而是一个高科技的女武神装甲 首先我们会看到它在肩带部分 我们做了两种设计 一个在布条这块 我们用了双血和寒霉的这种偏神州风格的印象 然后你仔细看上面的一些金属装饰 反而是一些十字形的和一些剑形的图案 它就是天命的元素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头上我们有一些发干 还有背后有一些装饰 比如说一些雪松啊柳枝的这种元素 体现了它侠女的这种豪迈气质 还有它这种潇洒走四方的这种性格 就像传统无瑕小说的主角一样 李苏珊的性格直率洒脱 她是一个爱幻想 充满好奇心的少女 即使在来到现代以后 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切 比如说 李苏珊在第一次使用自动售货机的时候 可能会以为里面坐着工作人员 于是和AI语音聊得有来有回 称兄道弟 她喜欢喝奶茶 喜欢去电影院 甚至喜欢上了去街机厅打游戏 随着李苏珊渐渐融入现代社会 她也很快接受了这些新鲜的事物 但还是习惯于用古代的称呼去称呼它们 比如说叫旅馆客栈 叫汽车铁匹马车之类的 非战斗状态下的李苏珊 完全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姿态 她会把双手放在家边 娇俏地问你问题 也会蹦蹦跳跳地表达她的高兴 又或者会向你拍一拍胸服 给一份属于她的保证 虽然同为国风角色 但和吃元师祖不同 李苏珊的形象 更多的是一个剑仙 一个侠客 仙是她闪转腾挪之间 飘逸灵动的仙气 侠是她悬剑出窍之际 白鱼出秀的侠气 在设计动作的时候 我们希望她是一个身形飘逸 脚步灵动 是太优雅的小仙女 而在她出招的时候 又有一种鲜波逐浪的气势 和灵异感 不同于BOSS战时候的一个见证 在角色制作过程中 我们保留了剑仙原有的特典同时 为李苏珊制作了全新的移动和战斗技能 玩家可以使用闪地剑 让李苏珊在剑仙间不断地闪走平落 同时在残忍攻击和这个飞线攻击之后 她会有一个非常爆发式的一个收招技能 在漫天的剑光过后 收招势必 轻轻地点脚转身 散去了一身敏然剑意 之后的她就变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天真雕俏的女素商 你看女素商平常是一个大大力量的性格 但是在对待武功这件事情上 她逐步呆外 无论对手是谁 她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杀招来进行一个对待 因此她的必杀技必须也一定得是太虚剑神 在具体的制作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探讨太虚剑神的这本剧剑 我们可以做得有多大 它的一个极限在哪里 最终我们就得出了这本通天彻地的剧剑 李苏珊是太虚一脉的传人 她代表了神舟那几百年轻过往的时光 当她手名献绝时 使得风云变色 伤合道青 此刻太虚剑法所有的飘渺 灵力与厚重 都在她的必杀技术中的灵力释放 以心为强 以仰力剑 在克罗斯腾的故事尘埃落定后 李苏珊选择作为游历者踏上了旅程 亲身体验这个五百年后的世界 而随着我们故事的发展 新的危机即将降临 旅行中的李苏珊也会有所行动 而如果一切尘埃落定 女武神们的生活回归日常 李苏珊也许会作为一名职业旅行家 在世界各地留下她的脚印 因为这才是李苏珊 无上自在门大弟子李苏珊 承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